当天来法院的有刘家姊妹中的老大两口子 两个妹妹外加一个截几个请的代理人 要说一家姊妹咋就能闹到如今这个局面 还得从他们父亲刚去世的时候说起 回家不得给老爹准备准备衣服吗 那纸我们都买回家 就像你说那样一回家开门 你那是换锁了还是什么事 就门就开不开 嫁得有益 他跟他锁进去就放冻了 我们上岁上完回来就说就回家准备要洗手 就不开门 你跟爹不要进驾 完了他回家就不是进驾就炒了开门 你媳妇就一喷水给我们不合的 我们姊妹像你说别骂不赛 说话的这位是这家的老妹妹 老六告诉行动记者 母亲是2012年的7月份去世的 之后他们姊妹弟兄轮流照顾父亲 没几个月2012年年底父亲也没了 按理说爹妈没了 这六个孩子应该更团结才是啊 可谁也没想到刚送走了爹妈 他们兄弟姐妹就紧接着闹上了